实际上大家都是怕通胀又经济又不好 整个外围的气氛 因为你之前一直提到美股其实都是偏淡的 是否还是维持这个看法呢? 暂时也是维持这个看法的 就是你说究竟 一路讲了这么久 加息那些究竟是释发了美 目次来看我就觉得是美 因为整个市场有很多複杂的因素 首先政治局势 接着你现在就开始是说一路看通胀数据 现在会怎样做 再开始就有忧虑 究竟这一系列收税之后 是否会引发经济衰退 这个是再厚一点的 我们看着市场是走哪一边 现在其实是走通胀的忧虑稍微多一点 因为如果真的去到忧虑经济衰退 那极端情况 应该是连油价都下了一份 但是暂时的情况是看油价是继续看好破顶 应该上次 我们上次上来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月前 总之上一次或前几次都是 应该这几个月都是 股市那边忧虑就会大一点 尤其是特别去看好的就是油价那边 油价都是一个近这几个月的重点部署 无论我自己还是会给大家的建议 都是会重点放在这一边 就是旗油和油股那边 油股那边始终暂时还是美股那边 比较多些选择 都是再跑赢一点 整体上来说 油价这边上一次 开始有OPEC增产的消息 都是稍微压一压 所以大家都觉得 增产力度很难会太大 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大幅增产 接着也出了沙特 还未来有加价的消息 短缺其实还是比较严重 还有另一个就是 困扰着油价压油价的因素 最大我想这一期 就不是他们怎样去增产 怎样去释放储备 反而压得厉害那一排 就是中国封城 中国封城是忧虑需求 那一期其实是 比较严重一点的 Risk Off程序 就是有去炒 刚才说的是不是衰退 什么都不行 就是有少少向一向那边 都压一压油价 但很快之后 随着中国就开始解封 那现在的方向 我看都开始受控了 这个疫情 暂时都有一个 大家一个存息空间 而油价这里 在中国解放 可以释放需求之下 应该都继续是 都看破顶的了 其实很近的了 看到8.3那里 现在都慢慢慢慢的 它不算走得很快 很爆发 因为都 其实都几个月了 在那等 终于都差不多了 应该下个关口 我就看WTI 就看8.3 看破顶 那样 但如果美股方面 你最近的操作 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转变 其实就比较少了 美股的操作 因为淡仓就应该 不太是好好的时候 有些人都还在做着 我觉得这段时间 美股这十几天 都是一个贼幅震荡 你喜欢做好和做胆 就是自己取态 但严格来那区 就走来走去 都是那个区间 但如果你说向哪一边 或者整体是短期 或者好一些 还是淡一些 都偏向淡一些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好 都会有少少的 但不是多或者不是大 主力仍然在石油 棋油和油股那边 这里指数上 应该没有太大的操作 但如果你说去 做一些指数的好胆 其实现在都看到 整个区间都很明显 这十几天的横行区间 譬如最后那一部分的横行 譬如如果你是油 我觉得它会跌 持着胆仓 你会继续炸 只要它不升穿这十个顶 你就可以继续持着 如果是重油的话 但目前来说 我觉得比较去 自己比较去 觉得直博一点的操作 就是 就是油那边 继续持着 另外就是 可能看回港股这边 比较多的选择 不过昨晚 因为总概股又爆上了 所以今天究竟 还有没有机会 我们就稍后再看看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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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